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 那么这位读书的学霸们是怎样阅读的呢 石石泉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 从小就成绩优异的他 却没少让父母操心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读书入名 他的父母甚至还为此抱过紧 我小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阅读 当时爸妈或者是同学出去玩 爸妈带我出去逛街 和同学出去玩 我不太想去的话 我就会跟他们说 然后自己跑到新华书店里面 我当时就坐在他的地面上 然后就读书 可能一读就是一个下午 然后有时候就是有一天 好像忘了跟父母说 然后父母就是一个下午找不到 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还报警了 这个就现在想起来 就是那段时间可能 就是阅读的过程很愉快 然后就是也很纯粹 我觉得 在试试权的观念中 读书是为了享受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生活部分 面对一些比较难理解的历史专注 试试权会通过读书笔记的方式来阅读 一写就是一两万字 有时候我看小说或者是其他散文的话 我可能是会就是比较放松的心态去阅读 我觉得这个的目的是为了享受 就是包括审美性的享受 我现在在看一些历史学的专注 然后其实还蛮难的 我现在做笔记的话 就是做读书笔记 一本书大概要做个一两万字左右 就是去梳理他的论证 去了解老师的观点 以及这个观点背后的这个史料的分析 正在读高一的郑嘉怡从小语书为伴 从西方名著开始读 唐吉赫德 巴黎圣母院等长篇小说 都是郑嘉怡喜欢的名著 我到以前的时候 最喜欢看的是外国的那些小说 因为毕竟他们写出来那些文字的方式 他们文字的感觉 是和中国作家和那个母语的感觉不太一样 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 翻译过来就读起来很 不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读小说的过程中 郑嘉怡时常会深深沉浸到小说的情节中 与书中的人物同哭泣共欢笑 有些人物的精神 即使说它是虚构的 比如说像老人于海云的圣地亚哥 即使可能它是虚构的 但是我从那里面 就是隐隐地会感觉说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那他就能给我很多激励 然后我可能就会把它当作一个 我精神上的一个寄托 就是我从很多书里面得到的 郑嘉怡的读书兴趣是从父亲买的一本武侠小说开始的 当时读小学的郑嘉怡被小说中的情节深深吸引 从此爱上了读书 郑嘉怡觉得读书会让自己更加细腻 更有情怀 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乐趣与色彩 李三三是北京市一所小学的学生 正在上六年级的李三三 读过动物小说 侦探小说等课外读物 但她最喜欢的 却是较为严肃的管理力书籍 李三三每天的书包里 都会装一本自己喜欢看的书 随时用来阅读 每周也会惦记去图书馆读书 除此之外 她甚至还把自己的耳 口 手 都动用起来阅读 先是第一步读故事 第二步是我的听书 也是利用早上的时光来听这些书 听它的字音 听它的情感 然后第三步是我的说书 说就是说主要内容 说它的表达手法 还有作者的一些情感 第四步是写 写的是用手 手的话就是 来积累里边的一些好剧 积累作者的一些手法之类的 读书是各年龄段学生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读书中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 与对读书的不同理解 正如瑞士作家凯罗所说 一本书像一艘船 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 是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 这种读书是有一个大型的 现在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 然后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